例如说我现在开一个新的档案 然后 例如说新增 空白的A4 可是我现在我要做名片 名片 这样各位就可以了解 我们要稍微算一下 名片 一张名片的大小 95公分乘5.5公分 这是固定的 横式的名片 好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版面要怎么设计 所以在这个地方 页面设计里面的 大小 好 然后版面设定 首先呢 我们的那个纸张是A4 A4这是不用变的 好 因为很容易找到A4的纸 而且你们我想就是预设几乎都是使用A版4号的纸 所谓A4 4就是指财势刀 财势刀 就是16分之1的内容 就是这个大小 21乘29.7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名片的大小输入在这里 名片 名片这边是不是9公分宽 5.5公分高 5.5公分高 那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他说页面 页面就是一张名片的大小 页你就想成这名片 然后这边是不是 9乘5.5公分 就是这个蓝色的框框 可是这样子的话会有一个什么问题 这样子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 就是 等一下我们裁切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从这边裁 然后这边裁掉 好 这是边边我不要的 然后呢 在我们设计 这个辅助线 这个辅助线还好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10张名片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10张名片在这个地方 通常我们裁的方式是 这样子来去切 然后接下来呢 再一刀 两刀 三刀 四刀 就是先把外面先裁切掉 好 中间裁切 然后两个放在一起 然后一刀 两刀 三刀 四刀 这样就裁切好了 好 那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一个名片的设计 所以它就会出现 出现 这是第一张名片 这是第二张名片 所以我说 如果我们去这样设计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出10张名片 10张名片 那你看 这样子的一个大小 0到多少 9 可以吗 那事实上我们只设一张 设完一张之后呢 我们印的时候 它就自动帮你变成什么 10张 那样子的排版 然后输出 这就是名片 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 要跟你讲的重点了 好了 那这是名片的一个设定 那至于这个内容 我觉得还蛮重要 只是说 我们在讲 例如说 像这个上面 这个上面 我们可能会放一些 公司的相关的 那个营业项目 然后这边可能就开始放 最重要的自己的姓名的 也许这边放一张大头照 然后这边放一个姓名跟直称 然后下面可能就是什么 地址 就是名片我们有三格 就是天地人的设计 那左右两边可能就是空下来 空下来 好 名片我就介绍到这边咯 我觉得你也自己去玩一下 真的 你最后输出就只有一张 而且这一张就是0到9公分 高的宽 然后高度是0到5.5公分 好 稍微下来一点 你看 我游标现在是这个地方 我们是看那个箭头的尖端 我们是看那个箭头尖端 我是不是指到这张纸的左下角 大概是不是5.5公分处 好 来 请你们设计名片 不过设计完就 完掉了 我只是说 让你们知道这样子一个设计 我先设计完 我先设计完 我先设计完